第四名到底是哪一個呢 對 我們就要公佈了 好 有點緊張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來 3 2 1 排錢包 嘿 應該已經有點猜對了 一開始是進來沒錄準 好像就有點猜對了 我們拍錢包的一些大家的意見 跟大家講一下他這個基本的一些質調 他這一次共有29個人選他 所以他的得票率就是7%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只有7個人是使用排錢包為主 對 就是 他的那個 他的這個試占率怎麼那麼低啊 就是怎麼大家都這麼不愛用 但是我現在倒是蠻常用的啦 因為就是 你去全家買東西就可以抵掉 抵掉一些PB 對我來說就是 非常的無腦非常的簡單 也不用再另外再幹嘛 再幹嘛之類的 這個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般的觀眾的對他的意見 全家超商最常使用 對 因為你如果搭配7%的話就是不能折底 然後也沒有回饋 這比較不好 但是如果你在全家做折底 用 拍錢包支付的部分可以拿到4.5% 對 是非常高的不愧 那有人講到說 拍錢包搭配麥味燈早餐好用 所以 有人覺得麥味燈早餐是好吃的嗎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這個通路的時候 然後又有人在上面嗆我 就說 那個早餐好難吃喔 對呀是我吃過最難吃的 就有人這樣回答 我就覺得很好笑 就是 麥味燈真的有那麼難吃嗎 我覺得應該還算普通吧 對啊 就是大家如果你有什麼 使用新的也可以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壓抑不會啊 普通好吃 對 所以如果您自己本身有PP 或是想要拿這個 3.5%回饋 我問你還是可以拿這個拍錢包 然後去麥味燈就是做支付 好 這個也是不錯 對 然後再來有寫到說 回饋比較好 回饋多 回饋高 回饋最高 因為回饋高 因為有回饋 所以大家都是應付我嗎 就是簡單就寫說回饋高 就是不管這張卡片好還是不好 那就是最美的卡片也是拍錢包 然後如果 在選擇行動支付的話就是 欸拍錢包為什麼 因為他都是回饋高 所以不管這張卡片好看還是難看 只要他回饋高 大家就吃這一套是不是 非常有趣 有人寫到說 拿來付水電費還有回饋 他被拍信用卡不好用 對 去年的部分基本上是有回饋的 對 那今年的部分就是 這個 今年是沒有 接口跟拍應該不相上下 只是我的生活圈當中 全家比較多 全家比較多的部分 就可以使用全家這樣子 那搭配拍卡 穩賺回饋 折禮回饋 都是非常的方便 綁拍卡 有很多通路都有3.5 4.5%回饋 所以電商跟銀行平台合作 在金融資安方面會比較有保障 就是因為這個是分離的部分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不錯的部分 對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拍金融資安方面 就接收到這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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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